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到容易煮时间了 今集分享什么呢? 导演说要吃白酒炒蜜 大家有试试,研究一下吧 其实很简单 我们今次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当然蜜,牛油,蒜头,洋葱,黑椒,鸡汤和白酒 好了,观众都问是否一定要炒蜜 其实炒蜜都没所谓 当然是看看街市有什么蜜 就是买什么来炒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有沙 通常蜜都是有沙 除了化隔,比较少跌沙之外 我们唯有一个方法,如何令到它吐沙 我们首先买到回来 最重要是很多人教用盐水 其实我自己觉得可以 不过我的方法就会觉得比较好一点 就真的要用暖水 暖水的温度最好是40-60度 用少少盐给暖水浸去 那它就会很快套沙 大家可以看看 因为今次造型一回来 要准备再看 它这样走出来 就代表它开始套沙 最好带着浸去 最少1小时多3个小时 这样就会安全一点 好了,现在我们首先要准备洋葱 先用洋葱 那通常份量是多少呢 洋葱我们用半个 那牛油呢 这里就是30克 那和蒜头呢 是导演是蒜头迷来的 那我们可以给多些 那其实我也觉得是无所谓的 为什么呢 蒜头真的是健康的 那这里大约是煮了一个蒜头 一个蒜头 一个蒜头 那份量就有少少黑椒 还有鸡汤 鸡汤 鸡汤一盒是250 那再加白酒也是250 那白酒其实是用什么白酒呢 通常市面上是比较 两个是最普遍的 那这一只呢 就应该是叫做 沙当尼 中文叫做沙当尼 那还有叫做苏维翁 那通常用这两个白酒来煮 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我建议大家用这两个 就会比较稳真一点 好了 大家可以首先切洋葱 如何切呢 切粒粒洋葱就是这样切的 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每个人切的方法不同 但如果我自己切粒 我就是这样切的 一切切粒 然后来切一刀 然后切一刀 现在就完成了 这样切好 然后再切一刀 这样就完成了 现在就完成了 那大家就开始 这些仙子 再开始 这样套完沙 我们就去洗干净 大家看看我们洗干净了 我的麻烦有很多 因为有时候蜆蜆又大又小 通常我会在大小的放在表面上 为什麽呢 因为落锅的时候 我会落大小的再落小的 那就不会过熟 因为如果一起落 可能小的那些爆开口 大小的那些都没开口 所以会有一些熟过熟 有些又未熟 这个就是我的做法 我们就开锅 接着我的做法 我会放少少油 爆香些蒜头 那我就不 不像一般 很多人会只放牛油来爆 因为我觉得牛油不太耐火 会很容易会焦 那我再放少少油 搅拌均匀 我们接着再放少少油 大约放一半 15克的牛油 下去 接着不要太大火 慢慢火 煮一煮牛油 接着就爆些洋葱 我们通常煮的洋葱 开始半透明了 那我们就可以加上蒜头 好了 接着我们就加些蜆下去 那我们现在 就放一些大约一点的下去 是不是 接着就放一些小约的 就倒下去了 那这里的蜆 导演就买了一斤半 我们这样搅拌均匀 然后怎么样 我们就开始放鸡汤 其实我通常会放大约半盒 250米 我放大约半盒 大约150 差不多 接着白酒又是 大约加半瓶 最后拌一点 黑椒 接着就开始吸锅 大约煮2至3分钟 鸡翅 谢谢 现在就2分钟 我们首先要看它开口味 这样就安全一点 你2分钟开口 如果开口 基本上就是OK了 要不然 就会过熟 大家看一下开口 所以有点大碎 还没开口 再这样煮一会 大家会很奇怪 为什么牛油 我会放一半 因为我想它的味道会好一点 所以我就会用少少油 去爆香蒜头 加少少油油再煎 剩下 最后这些牛油 最后才放进去 这样的味道就会比较浓 香味 大家可以试一下 各个方法会有不同 大家可以试一下 开始煮到 开口 还有有些蜆 为什么煮这么久都不开口 可能本身已经死了 我们觉得 捞起它就安全一点 不要要 因为有些全部都是泥沙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些还没开口 盡量捞起 先捞起它 大家可以试一下 全部开口 大家看我煮完一分钟之后 我觉得最好就是 现在撕一撕尾 看看够不够咸 不够咸 就加盐 我觉得是可以很浓 或者不 是的 因为每个蜆 可能都会有不同 我们现在 觉得够咸 就关火 不需要加盐 如果不够咸 就要加盐 好 真的很简单 很快 大家记得回去试一下 当然 记得分享给朋友 还有like我 Facebook专页 多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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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